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每一次听都有每一次的感动 能给我带来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期待 有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 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美好的音乐旋律伴随 好 请进 我们现在终点的目标 是离地多少米啊 49米 就是这个高度和几层楼啊 16层 好 这就到我们 这是空的 是镂空的 您不要看下面啊 看一看这心就开始忽悠了 帮钱是吧 生活中 竹士杰是一个音乐发烧友 49米高的桥调是他的工作岗位 是他的第二个家 好 董老师 请进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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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徒弟 这个是徒弟的徒弟了 就往下看抓那个卡车 时时刻刻都是这么晃 对对对 那怎么找得着呢 找下面的锁孔 集装箱四个脚上有像拳头那么大的锁孔 然后我们这个吊具上有锥形的锁头 这个锁头要插到这个锁孔里面 这不就相当于49米去拿线认真吗 对对对 就是两个厘米的精度 这是什么感受呢 在这个驾驶室里 就好像每一次踩刹车 一直这么一踩一踩一踩 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保持稳挺难的 在高空穿针引线 考验着每一位乔调司机的胆识与记忆 也直接决定着一个集装箱码头的货物吞吐能力 这个小伙子的速度真的是很快了 是 差不多是一分多钟一个 一分十几秒到二十几秒左右一个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全世界的这个范围去比较的话 我们这个速度在全世界算是 也是领先的 竹世杰 明波周山港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乔调班大班长 管理着三百多名乔调司机 在此之前 他作为乔调司机 曾创下每小时起吊 一百八十五个集装箱的世界记录 乔调改变了竹世杰 看待宁波港的视野 然后我小的时候又是家住在码头边的 天生的对这种设备 对港口就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吸引力 所以当时初中毕业以后说 宁波港有个技校 专门是招港机驾驶专业的学生的 所以我就跟我母亲商量 我还是去读技校 我学技能 去读港机驾驶 1998年技校毕业的竹世杰 如愿进入宁波港 两年后 已经是龙门调高手的竹世杰 主动要求到更高的岗位上去工作 那就是乔调 又叫乔式起重机 它的高度达到四十九米 为什么做了两年龙门调 就想到这个乔调上去 这个两个岗位 地位和挣钱多少一样吗 当时驱使我的 倒不是因为收入的问题 主要还是 乔调更受人尊敬 因为它的技术难度高 对 技术难度高 更难学 这个跟我小时候有关系 小的时候呢 我因为读书不好 被老师嫌弃 我成长起来是一种自卑的状态的 所以我在读技校的时候 就特别想到公布的岗位上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被大家认可 所以我当时就想去学 大家一致公认的 最难的乔调操作 而且是要把它做好 做到精 做到极致 一开始记得跟师傅上桥调 师傅走得飞快 我在后面 小腿直颤 那个时候有电梯 还是爬上去 第一次是爬上去的 那时候没电梯吗 有电梯不让坐 为什么 就是考验我们这个 高空的那种适应性 爬的时候还记得 那什么一种感受 就是腿肚子软 然后手是紧紧地抓着栏杆 心蹦蹦蹦地颤 第一次操作桥调 竹师傅完全没有找到 他在龙门吊上那种 得心应手的感觉 我不管多努力 弯腰低头 眼睛都要跟像是玻璃贴上了 四十多米的高空 这个吊句就是不听我的实话 是心不够稳 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技能没到家 操作方法不对 面对桥调 朱师傑复制了他成为 龙门吊高手时 所使用的学习方法 我是花两倍的时间 跟着最好的师傅 找他们 看他们的操作技能 不是看一个 看多个 这是我的一个学习的技巧 另外呢 不好的师傅 我也会去看 你从不好的师傅身上 学到的是什么 他操作的时候 为什么效率不高 那我就知道 他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一年后 竹师傑比别人提早三个月通过考核 开始独立上岗 当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 宁波周山港迎来了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的货运船只 2001年 长度接近400米的达飞轮 被引入宁波港 对港口原有的装卸效率 带来巨大的挑战 非常震撼 原来我们比如说 装400个集装箱的船 已经算是大船了 结果这条船来 它能装4000个集装箱 所以为此呢 我们公司就成立了 叫达飞突击队 选派最优秀的乔吊司机 去对应干这条4000箱的船 成立突击队 是为了缩短船舶再补时间 而这一时间 是衡量港口装卸 作业效率的重要指标 竹世杰是第二批 被选拔进入突击队的 进入了突击队以后 当时就是非常的内卷 虽然是大家都是 最优秀的司机 但是每一天的作业量 作业完以后都要统计的 一号桥干了250个 二号桥240个 三号桥如果只有180个 那180个你要写出原因来 你为啥只有180个 你是干 我上手就能达到200个左右的 一个水平 是处于偏上还是偏中的 中偏上的水平 但是达不到最高水平 我后来想到的 就是因为操作方法的问题 在工作中竹世杰发现 与小船不同 大船的装卸需要长距离移动桥调 移动使得吊距产生摆动 而让摆动稳定下来影响了效率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我们的操作呢 就当时的我就觉得很别扭 因为你想快对吧 对我想快 但是快了以后呢 就觉得安全上会出很多的偏差 那我做不到大开大合 收放自如的操作 肯定会影响效率 这个是你能够改变的吗 当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在长达将近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都在琢磨这个事情 一次下班后 仍在苦苦思索操作方法的逐世杰 忽然受到了钟摆的启发 我发现这个钟锤呢 它不管摆得多远 它都会往回摆 摆回来的过程中会经过垂直点 那我影射到我自己的操作当中 那么在回摆的时候 然后我让调机减速 在垂直点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小车停下来 这个自然就成为了一个 稳定摆动的一个方法 于是呢 我很兴奋地跑到设备上去 我去尝试这样的一个理念 一个想法 然后一上手一操作 确实可以做到 根据钟摆的原理 竹世杰独创出一套 稳准快的桥吊操作方法 这一方法让他的效率遥遥领先 不管开哪一种调机 我都能快速上手 这是一个好 第二个好 高效率很轻松地到45个 甚至于到50个 跟你同一个队伍的 同一个团队的 其他的最优秀司机 能在单位时间里面 最多做多少 一个小时干35个 比最优秀的还要多10到10 对 所以后来大家就封了我一个绰号 叫救火队队长 就是最困难的 加量最多的那一路 领导都会想到我去做 现在的问题是 你这个摆动 是不是很难稳下来 对吧 很难稳下来 乔吊班素有师傅带徒弟的传统 领导开始安排竹世杰带徒弟 可他发现 他没有办法给徒弟讲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一般说清楚的 往往是需要理论支撑的 对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 技术工人的一个短板 我后来就慢慢练就成了 看到徒弟不对的操作 我就能模仿出 徒弟的不对的操作 做给他看 通过技能效果来比对 因为你说不出来 只能让他看 只能做出来 你直接用这个屏幕去 到2006年 培养了七个徒弟的竹世杰 被提拔为桥调班的班长 原来手把手带徒弟的方式 不再适用 那那个时候我就是实实在在的 有一种遗憾和危机感 哪来的危机 这种危机就是我好不容易 掌握的这套很好的方法 我不手把手交 没人知道了 过几年就被遗忘了 所以当时我就咬着笔头 把它写下来 你说都说不清楚 你怎么写 写什么 我写不清楚我就画出来 就画 所以我的第一个版本就是 手写版图图改改的 写了八千多个字 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自己看的都觉得挺糟心的 这图图改改的八千字 就是竹士杰桥调操作法的 1.0版本 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经过不断升级 竹士杰桥调操作法 有了2.0和3.0版本 还做成了动漫 与原先的操作方法相比较 按照一个工作班 40台桥调计算 一年就能多装卸 100多万个集装箱 这相当于多出来一个博位的 年作业能力 而建设一个博位的初始投资 就需要10亿元 39岁的时候 竹士杰获得了2019年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此时的他在49米的桥调上 视野所及 已经是整个行业的操作水平 当时你看到的全国同行业 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还是老问题 大家图方便图简洁的操作 不按标准规范的操作 所以我3.0的版本编的是 从问题导向的形式 去解决操作的问题 2020年 以竹士杰名字命名的书籍 竹士杰工作法出版 并向全国推广 也就在这一年三月 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宁波 周山港川山港区考察 鼓励竹士杰发挥好劳模作用 带出更多的劳模 这里就是我们远空操作室了 这就是等于是刚才 在驾驶舱里面的事 这小伙子坐在电脑前完成了 是是是 同样是操作集装箱按桥 抓集装箱 一个是在现场设备 49米的高空 一个是在办公室里面 坐着办公桌 然后像打游戏一样的 动着他的两个手柄 同样能完成集装箱的搬运工作 新的挑战正在来临 宁波周山港川山港区 正在进行的远程智能化 吊桥改造 竹士杰和团队负责 桥吊远程控制的 核心技术攻关 攻关之余 他必须思考 个体和群体 如何应对智能化装备 替代人工操作 这一已经开始的趋势 你为什么愿意 总是在动脑子 就是隐身俱来的一种焦虑吧 焦虑什么呢 如果我不往前走 不进步 如果你没有自己手上的技能支撑的话 那被机器替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 重复劳动就没有太大价值 在一个这样发展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做一名工人 怎么看待这个职业 作为一个工人 这份职业是满满的成就感跟自豪感 我感受到的是我们国家 现在我们技术工人的春天来了 新的一天 竹士杰和工友开始忙碌 宁波州山港已经连续14年 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